臺灣年度代表字大選活動 今年是邁入了第十四年 經過民眾票選 二零二一的代表字出爐 是由宅拿下 臺灣二零二一代表字是哪個字 衛福部長陳時中提出和 桃園市長鄭文燦 和作家王文華等四位名人提了宅 柔道男神楊勇偉覺得是勇 網球好手盧彥勳勳 則是利 每個人認為的代表字不盡相同 不過今年持續受疫情影響 尤其五月中進入三級警戒 哪都不能去 在家工作 之後本土疫情趨緩 國際間又來了Omicron 有名人提名的三十六個候選字 這個字在票選時獲得八千四百零二票的最高票 宅致拿下臺灣二零二一代表字 盧彥勳覺得五味雜陳 因為疫情下行動受限 卻也多了和家人相處時間 有好有壞 而二零一九代表字亂 二零二零則是亦 連三年的代表字給人較多負面感覺 展望二零二二希望疫情受控 大家可以不用再這麼宅 出去走走看看這個世界 記者林小惠 沈志明台北報導 我沒有 甚麼都不可能 小惠 訓言